必杀光线 好像戴着墨镜扮演奥特曼还是差点意思 老婆你有没有不用的内衣啊 要干什么 我戴在头上扮演咸蛋超人啊 去死吧 看到我也要跟我say hi 宣言监视我的乒乓球拍 不管世界变化有多么快 我还是拿着gameboy的那个男孩 各位 我本人虽然不算是特摄迷 可是咱们这个年代的人啊 和特摄片多少都会有一些接触 我说的特摄片是指的特殊摄影 利用模型啊 或者穿上各种皮套道具啊 去这个什么英雄大怪兽啊 这种电影科幻啊什么的 和你想的那个什么大姑娘扮成马里奥 那完全是两回事啊 不是一种类型的片子 特摄片我看的是不多 可是呢奥特曼我也算是看过 然后小时候还看过恐龙特辑可赛号啊 人间大炮那个 所以也多少有些感情 这几天奥特曼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在国内好像又掀一股热潮 B站也在做相关的真稿 所以我也决定来凑凑热闹 那有人说你也不是特摄迷 你瞎凑什么热闹呢 哎 这还真不是瞎凑热闹 因为我手上有这样一款游戏 奥特曼光之巨人传说 这款游戏啊 奥特曼大怪兽 是土星之上为二两个使用ROM卡来加速的游戏 什么是ROM卡和常说的加速卡不一样吗 还真是有点小区别 所以聊这个游戏之前 我先和大家来聊聊 土星上面那些各种各样的加速卡 扩展卡都是什么类型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台单灯土星啊 土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这是一个指示灯叫做单灯 双灯呢是相对早期的型号 在圈子里面似乎收藏价值更高 其实也就这么回事 大家看到土星啊 这个土星呢 这儿有一个卡槽 就是用来接各种扩展设备的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啊 记忆卡 这个是一个心跳回忆的记忆卡 因为我们知道土星呢 它本身是由内置ROM作为存储 那通过电池来供电啊 在这儿 这个电池呢 CR2032是可以换的 其实这个设计很好 因为大部分的主机的电池 都是用引脚电池箱在主板上 但这个做了一个电池托可更换很好 可惜后来DC又开倒车 总之呢 内置的存储常常不够用 所以呢 就插上这个记忆卡 正版的卡啊 这种卡 它这儿有个卡槽 所以你放进去之后 它会自己卡到位置上面 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对不准 所以啊 这个是记忆卡 那记忆卡的容量更大 而且是芯片记忆存储内容 不会丢失 对吧 放在上面 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扩充设备 除此之外呢 有一些游戏啊 就需要使用到RAM加速卡 因为土星本身的内存不够用 比如说这一款 X-Man对街霸 这样一款游戏 就需要用到记忆卡 里面呢 是搭载了一张 随着游戏啊 是 当然记忆卡你也可以单独买 给了一张四兆的记忆卡啊 这个记忆卡没拆封过啊 所以我们就不拆了 然后就可以这样 把它放上去使用 是吧 那这注意 这是一个四兆的记忆卡 其实还有一个一兆的记忆卡 理论上 四兆的记忆卡 是可以支持 所有一兆记忆卡的游戏的 但其实又不能够完全的支持 所以有的时候 还要有一个单独的 一兆记忆卡去使用 反正是挺烦人啊 这个是记忆卡的 这不是记忆卡啊 这个加速卡 一直说错 加速卡的部分 RAM加速卡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RAM卡 插上去之后 扩充内存 就好比说你的主板 你的电脑内存不够 主板上再插一个内存条 就这种作用啊 这个就是加速卡 可是除了加速卡之外 有两个游戏搭载的是RAM卡 不是RAM卡 就是这两个游戏啊 一个是KOF95 一个是光之巨人传说 这个RAM卡又是什么意思呢 RAM卡 RAM大家明白吗 就ROM啊 顾名思义 它里面存储有内容 然后是只读不写的 这个RAM卡啊 我来把它拿出来 这个RAM卡呢 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把一些游戏 要用的内容 存储在了这个卡带之上 然后还要配合上光盘 就是当时你把光盘 放到机器里边去啊 像这样放进去 可是光有光盘是不够的 因为有很多频繁读写的文件 是被存在这个RAM卡上的 我再插上去 RAM卡的读写速度 当然比光盘要快很多 以此实现游戏零读取 或者几乎零读取时间的那种效果 对吧 大家可以明白吗 有点像比如说 当年搞这个Fusion Driver啊 或者说你有两个硬盘 一个机械硬盘 一个固态硬盘 你会把频繁读写的内容 放在固态硬盘上 不老用的东西呢 就放在机械硬盘上 这样可以达到非常快的 读写的效果 这个就是RAM卡的功能 一共就两游戏 做了单独RAM卡 因为它只有KOF95的东西 所以其他游戏插上去 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两个游戏 有单独的RAM卡 一个是KOF95 一个呢 就是这个光之巨人传说 也有单独的RAM卡 我给大家看看长什么样啊 就是这样 奥特曼啊 然后也是玩的时候 把它插将上去 不插 游戏是没法玩的啊 想不插都不行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土星的一些 扩展的东西啊 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这款游戏 这款奥特曼啊 实际上是一个格斗游戏 大家知道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非特色迷而言 要认清那么多 长得很像 其实又不一样的奥特曼 是挺困难的 这游戏里边好像有五个奥特曼 可以选 五个啊 我也不认识啊 除了初代的奥特曼 最好认 其他几个我还真是分不清 所以我还对着一个图鉴 一个个挑奥特 头上戴个弯的 这儿有两个孔子 什么叫他们分出来了 大概是除了初代奥特曼之外呢 还有泰罗奥特曼 艾斯奥特曼 然后杰克奥特曼 好像还有谁 反正一共五个奥特曼啊 这个我是对了半天 才算是对出来 初代的比较好认啊 他头上就这么一个东西 没有动 然后有三个脚的 是吧 还有一个一个这个高的 上面有俩孔的 然后胸前有一个的 什么的 我这对着图鉴真认了半天 然后每个必杀技啊 还研究一下 也算是获得了不少的乐趣 那总之废话少说 咱们就来看看这款使用了 ROM加速卡的游戏啊 实际效果如何 好我们先插上ROM卡 再放入游戏光碟 这应该就没问题了啊 然后开机我们看 哎呦 我没插好是吗 吹一下吹一下 OK啊 再插将进去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好伴随着土星的开机画面 咱们来看一看这款 奥特曼光之巨人传说 坦白的说啊 我想一边玩 一边和大家来说一说 我当年和奥特曼的 种种的际遇 这是我想象中的情节 然而实际上呢 我根本说不出来 因为我真不算是一个特赦迷 奥特曼当年看啊 我就觉得 这么说可能是得罪人啊 但是你看 白菜萝卜各有所爱 是吧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我有针就对这个不感冒 当年看的时候 看的就是这个初代的奥特曼 就是现在屏幕上这个 大家最熟悉的咸诞超人 这个蜡笔小青很喜欢啊 是吧 这个咸诞超人呢 奥特曼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说觉得 因为初代的这个奥特曼特赦片啊 他受限于条件啊等等啊 现在网上不还有回顾吗 就是那个什么面具啊 什么的都坑坑洼洼的 图奥特曼不平呢 就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所以做的比较糙 算是一个口版的 一个糙版的这个 它后面越来越精致啊 但也有些人就是追求这种感觉 说现在的奥特曼的面具 做的精致了 还不如当年有感觉啊 怎么着 可是我当年看的时候呢 我觉得挺 是吧 反正我是没有特别能够接受啊 其实我也是一挺糙的人啊 不说游戏啊 刚才这个CG挺好看 特地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选这个Ultra Mode Ultman就是Ultman啊 这有五个 大家看除了初代的这个 然后还有啊 什么好几位啊 这个三个角的是泰罗奥特曼吧 还是杰克奥特曼的 我就忘掉了 不管我们就选初代的奥特曼 然后啊 这个来进行读盘 因为有这个ROM卡啊 但其实读盘时间还是挺长 如果没有这个ROM卡 存储了相当多需要频繁读写的资料的话 坦白说 我估计这读盘时间会很吓人啊 应该是会很吓人的 当然对吧 还是挺漫长的一个读盘的时间 大家看我这屏幕抖来抖去 是因为我用的这个RGBS线 是比较糙 所以好像有点干扰 过些天得换一根没有干扰的线 有抗扰环的线啊 开始啊 也就是全来脚去 就是三个键 一个是头啊 A键是头G 就是抱住它 搂抱之后 被胖揍啊 搂抱之后 摔这个怪物 抱住了 抱住了 踹一脚 然后一拳 一个键是拳 一个键就是腿 就是这么三个键 反正我是研究了一会儿 就研究出这三个键 然后有一些必杀招 比如说看这个啊 必杀光线出来了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 一会儿像晋升格斗的时候 占不着便宜啊 它这个反应有点慢 就是所有的按键 感觉慢慢拍式的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光线 来做一个拒止战略啊 Deny Access 拒止它 不让它告进我 用飞行道具来揍它 Yoke 全打脚踢一番 总之啊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当年奥特曼这东西 我倒是想跟大家聊聊 我对于奥特曼的情怀 坦白的说呢 还真就没有 特赦片这个系列类别 不算是我喜欢的 我绝无就是说啊 大家喜欢这个 哎呦 这我怎么发出来的这大招 我都不知道 怎么给戳出来的那一招 我绝无就是说啊 这个调侃 哎呦 怎么喜欢这个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我完全能够理解 就像我前些天 我又看了一遍 那个魔兽的那个 开头啊 魔兽真霸的 魔兽世界的 就是为了联盟 为了部落 那个哎呦 看到我 主要晚上有喝点酒 喝点酒之后 在那反复看了 二十遍都不止 看了就差点没哭出来 就是激动啊 虽然其实我也 没玩魔兽世界了 但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情怀 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感觉我要输啊 这超级英雄 哎 ok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怀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对于 奥特曼这个系列 确实是了解有限 所以只能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坦白的说 也许因为本人 不是特赦迷 所以这款游戏啊 我玩起来 第一个呢 没有太多感觉 第二个 我觉得手感啊 素质 也是挺一般的 可是啊 挺有意思的一点 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游戏 是土星独占的 然后呢 只有日版 然后呢 他还必须要 ROM卡才能玩 换言之 如果你从网上 随便下载一个镜像 然后刻一张盘玩 肯定是玩不了的 能不能用模拟器玩 我也不知道 没试过 可能也不行 所以啊 全球的特赦迷 又挺多嘛 又只有日版 又存事量不高 所以呢 欧美有很多玩家 会这个 飘洋过海的 通过海淘啊 或者人肉的形式 从日本去收这个游戏 因此这个游戏 现在在中古市场的价格 还算是比较坚定的 毕竟是维尔 使用ROM卡带的游戏嘛 对吧 所以从收藏的角度来说 可能有一定的价值 从玩乐的角度来说呢 那还真就是见仁见智啊 我也不多评论 总之 这个游戏挺有意思 算是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 还是广告时间 还是淘宝店 淘宝店啊 喜欢老游戏的朋友 喜欢游戏历史的朋友 不能错过的 有一个收费节目 叫做我的人身游戏年鉴 非常的精彩 可以去买来听 还有绍红非常道系列 还有其他的单本 本剧都可以去买来听 然后呢 这个中古耳机也在持续销售中 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去买 还有呢 就是一些中古游戏 可以收藏 可以去买 总之啊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